经本的加持力 作者 福安古观音格 现在很多经书都印得像书本一样 横排 带拼音 字体很小 确实方便一些 但是呢 也有不足 经本还是有加持力 最好竖排 折叠 字体要大 繁体字 好像古代的书籍一样 这种经本加持力就比较大 如果能请到原本的高僧写的书法本 加持力更大 比如本幻常老四写写的普贤形愿品 这就是加持力 佛经一定要请最好的宣旨 然后供起来 就有很大加持力 一本佛经要一直念 念久了 经本也有加持力 很多人用手机念佛经 我觉得还是用经本念加持力比较大 我每次念法华经接触 我比较习惯的把经本放头上 顶带如来 也似乎感觉到一股加持力 经书要放前进的地方 尤其放高处 佛经放住本身就有力量 好像有的人小孩子哭闹 或者到不前进的地方 只要放一本金钢筋 那些鞋的东西都不敢靠近 http 冒号 斜杠斜杠 blog.cna.com.cn 斜杠 S斜杠 blog 下滑线 74C343100102 zyrz.html 1 2 1 3 2 5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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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